你可能一分钱都不需要出 你就可以拥有一间物资 因为你是做贷款的吧 市场上很少有这样的产品 不过我们可以提供装修的贷款服务 欢迎收听老板有话说 你好我是Tommy泽伟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The Makeover Guys的CSO Wincent Hello Winston你好 你好你好 Tommy你好 讲到装修 很多人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想说 到底我要出租的话 我要丢很多行李下去装修吗 站在你的角度 你的观察的话 现在人对于房子装修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他们对装修的看法 我可以说是有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要美 尤其是最近的小红书 每个人就是 这东西好美好美 我想要我的家可以变成那么样 那么样东西 譬如说你想要做装修的话 你去到社交平台打装修 早上打装修 这个字眼在那个Google 你到晚上 你就是变成一个过度的受过装修教育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广告就一直不断的把这些讯息把它提供给你 如果有兴趣想要做装修过后 你对那个装修的那个exposure就变得很高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想要这样 想要这样 然后他们自然而然会觉得 其实我还对装修还蛮有研究的 所以他们对装修的要求就会变得更多 跑到第二点的话 我们做房产投资 到最后就是为了要回报 也因为有很多咨询跟讯息在这个网站上 每一个人都想要赚取最高的回报 那问题是 每一个人都想要把不知道怎么样 which lead to number three 他们要的是便宜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其实那些装修的成本 其实目前来讲是越来越不便宜 尤其是after MCO过后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那些物价 产品价 原料价 全部都提高 那原料变高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些成本 transfer给end user which is buyer that's why property也会自然而然变的 这样子你们本身这个平台的话 其实它是实际上是提供 怎样一个服务的特点呢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不同的团队去服务不同的客户 第一个客户就是要出租的房产投资者 那房产投资者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们是以数据number driven 为起跑点 就是什么都是要为了回报率 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的团队必须得 要有这个property方面的知识 然后要给他们最好的策略 买物质你看听起来是 好像很贵的一个投资 其实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买物质 你只是需要提供你的资料 你可能一分钱都不需要出 你就可以拥有一间物质 因为你是做贷款的 你一讲到做装修的话 对不对 市场上很少有这样的产品 不过我们有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提供装修的贷款服务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payment option 第一个是12到24个月的分期付款 第二个是最常可以去到7年的贷款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买物质的时候 大多数在马来西亚可以借到90% 我们可以让你借到120% 那30%是给你拿来做装修的 既然你提到ID的话 我们就偏向讲自助方面的嘛 如果你是来出租的话 很多人都不会想要去碰到ID 因为ID第一点 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至少100块 百分比方扯到四五百块 百分比方扯是很普遍的事情 那我们呢是比较偏低一点 就是你说说这是60到可能120% 的这个范围 所以价格上的话 我们的确是比ID便宜 第二个点就是时间 我们的品牌承诺 出租的话 我们是30天的工作日 自助的话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讨论的 那我们的品牌承诺是45工作日 那这45工作日是从讨论完以后 已经confirm了全部design之类的东西 从那天算起 我们是需要45天的工作日 当然不同的case也有不同的情况啦 因为有些顾客可能在半途中 又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是尽量拟定在45天的工作日 如果你说到ID的话 那个时间真的是可以从3个月 6个月 9个月 甚至24个月 我们都有听过 对吗 因为为什么它每一样东西 都需要你的make decision which comes to my point number 3 你的参与度 如果你做ID的话 顾客的参与度是讲真的是很高的 因为到最后 ID他们是不会自己去做决定 全部东西决定 一定是放在你的身上 只有你最了解你自己 问题是你又对这一行 这个装饰这一行 又不熟悉 所以他们就会慢慢引导你 引导你去做你要的决定 but我们这一边 我们的makeover guys 我们是有给一些 flexible的option跟choices but我们都会 坐在我们的框框里面 因为我们做的是量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先买 我们的material 我们的床啊 坐纸啊 椅子啊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先买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 降好的价格 如果是出租来讲的话 我们是最害怕owner 太多想法 而且他的想法是 偏向于自己的喜好 其实你看啊 当你投资一个房产 你就好像做一门生意这样 到最后是谁在还你钱 是你的租客 可能现在smart home 每个人都想要有smart home 这个东西 那越年轻的租客 他们越会想要这个smart home 当然你要看那个地方 是不是适合花这样多钱 去做smart home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三点 就是我刚刚讲的数据跟经验 我们有差不多十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这些数据 可以告诉我们 蛮清晰的告诉我们 怎样的顾客群 会喜欢怎样的装修方式 而提供他们这样的案例 谢谢大家